8月15号一大早暖暖跳蛙公车正式顺利发车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以及联恩典 一起亲自搭乘6点多头班客运来回基隆 搜集乘客意见和建议了解各项问题 议员们希望乘客的意见可以作为 未来调整暖暖跳蛙公车 时间和班次的参考 希望暖暖区通勤的民众更方便 手班我们也一起搭往终点站松山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的民众也非常开心 那同时今天虽然人不是很多 但是慢慢这个讯息他们也传出去了 那特别我们在车上也跟这些好朋友说 是不是大家一定要共同来宣传这一条 让我们这条能够说是活下去 让以后我们就会再继续的这个真班次 真站点 因为跳蛙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享有1280的这个双北的月票 那你搭捷运搭公车在双北市区都是1280月票 那更大的好处是说在后端的很多民众 也会有这个搭乘不上去的这个困扰 那这个跳蛙公车上面可以用跳蛙的APP 先把它预定下来 那你一定有位置可以搭 那可以解决到我们后端 尤其是这个协议三水网后面的这个站牌 包含那里邮局 那未来我们要新增的这个水源地的站牌 未来都可以用这个跳蛙公车先预定划票 就一定会有位置可以上去 很多人在PTT上面 甚至在网络上面 常常会质疑我 说为什么去动用双北的预算 来去帮我们基隆人争取这个权益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是北北基三营的一个方案 基隆人搭车去台北上班 而不是自己开车 新北人搭车去台北上班 不是自己开车 这会让我们高速公路在细止到 建国交流到这段最庸涩的高速公路路段 能够获得极大的疏解 而台北市政府 如果说我们越多的小客车去台北上班 那他们第一个 停车位已经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市区恐怕会被更的拥挤 而他们在当地的交通 我们也都知道台北市市区塞车非常的严重 那目前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大量使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但是这不是只有台北市的公车而已 是双北甚至北北基的公车都要一起来努力把这个运量最大化 暖暖跳蛙公车APP可以上网订票 保证有座位 更可以使用双北1280月票 这条暖暖松山线 从瑞芳车站发车 经过节鱼坑站 四角亭站 幸福华城站 血液山水站 暖暖邮局站 上高速公路 到台北南港展览馆站 南港转运站 玉城国小 再到终点松山车站 可以疏解基隆市暖暖到台北市 南港和松山尖峰时段 几乎客满的旅运需求 但是这条跳蛙公车路线 能不能够顺利经营下去 也要看日后乘坐的客源量 因此副议长林沛祥和市议员林敏勋 以及连恩典 都不断宣导民众多多搭乘这条路线的跳蛙公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